今天台股重挫439点 两万三千点都给它跌破了 怎么办 而且许多股票 似乎也都岌岌可危 包括你们最喜欢的航运股 台积电 联发科 鸿海 等等等等 今天都在跌 怎么办 可是如果像今天涨的 例如面板 被动元件 还能追吗 今天节目给你完整解答 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 大家好 我是李宇凯 为什么我们优先去点名航运股 因为今天航运股 其实不应该跌 今天的航运股 其实不应该跌 首先因为今天的AI指标股 台积电 广达 鸿海 统统都在下沙 所以资金应该是会 外移一些出来的 资金应该是外移的 因为通常这种时候 钱不是到航运 就是到生计 可是其实更应该要往航运走 更应该往航运走 因为毕竟航运是有利多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新闻 来 加萨战争恐扩大 现在就是以色列 跟黎巴嫩的真主党 再度交火 很可能会加深 这个区域性的冲突 那不就是一个中东危机吗 那不就是航运股的利多吗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欧美线运价又涨了 欧美线运价又涨了 不论是区域型的 或者说是整体的 两大利多在这个地方 可是你看一下 航运股今天有一个 利多庆祝表态吗 没有耶 长荣拉到月线被打下来 杨明呢 突破月线被打下来 望海呢 他算是最强的 因为他撑在月线之上 可是今天同样是下跌的 所以我觉得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先来一首 海海灵星啊 人说这行情 海海海滚路好走 不肯我头望 望着的望 有人爱着 他偏偏我爱的死把人 这道主 道德相思相扬 我觉得唱台语还 唱来不错 对吧 好 重点是什么 说真的啦 如果航运股连两大利多来了 都不涨 真的要注意 好不好 真的要注意 我一直强调 我不是要看随你的航运股 但是我认为 现阶段会有更好的选择 而且一直来 我也没说错嘛 我真的都端出 更好更会涨的股票给你 不是吗 像面板 我们上个礼拜聊过 它的题材不是奥运哦 再强调一次 面板涨的不是奥运题材哦 是所谓的面板及封装 面板及封装 那我是不是跟你讲过 真正有受惠的 其实只有三档 不能讲只有三档啦 就是说大家认知的好像很多 可是实质上 受惠程度比较深的 其实是这三档 群创 今天一样哦 再度创新高 还有 尤威科 尤威科今天还是很强哦 大涨7.6个百分点哦 冬结虽然 有创高之后的拉回 可是其实相对还是强势 今天都还是强势 可是你看 尤威科今天呢 哦 他好像有创新 没有创新高 对吧 几档股票里面只有他没有创新高 而且呢 马上往下杀 上个礼拜我就跟你讲过了 尤威科只是拿相跟败而已 只是跟着大家一起涨而已 对吧 甚至你在看 财经也是啊 对吧 财经我是完全没有点名的啊 对 可是谁能想到 白白是平板 怎么一个天一个地 哦 群创就飞天了 尤威科跟这个财经还不知倒地 这不得不说 还是资讯的力量 哦 仍然是资讯的力量 的确 面板及封装是一个题材 哦 面板股嘛 对吧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实际受贿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 面板及封装 它是一个题材 可是有没有实质上的受贿 是另外一件事情啊 尤威科这么大的公司又怎么样 你没有对这些产业进行深入的了解 你还是有可能买错股票啊 对吧 包含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也是一样 我们一样先从龙头 国际看起哦 因为国际今天都还在创新高 对吧 来 创新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哦 导播切一下哦 来 钱772块了 那今天国际是有新闻的哦 好 小摩调高目标价嘛 对不对 受贿于AI需求强 目标价从645 大升到 900块 优于大盘 那你看这边哦 一整篇的报道 讲的 哇 很多看似专业其实都是废话 从头到尾就两个重点 从头到尾就两个重点 重点不是目标价 目标价不应该先看哦 目标价是写给散户看的 其实你应该要最后再看目标价 你要先把整篇文章的结构 逻辑看完之后 你才知道目标价是真的假的 好不好 重点是为什么他看到900块这个价格 到底实不实在嘛 好 首先 我们来看这个 我看到的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四月营收超出法人预期 五月营收动能人强 因为四五月都公布了嘛 那六月呢 六月营收可能因为年终库存盘点而动能稍弱 这在干嘛 这是在打预防针 也就是七月十号以前会公布六月份的营收 即便他数字不好 他都叫你不要紧张 这个是预料之中的 其实光是这个动作 大概就可以推估小模式真的看好国具 对吧 小模式真的看好国具嘛 所以我宁可先去做打预防针的动作 然后我们往下看 好来 今年全年合并营收1266.9亿 然后呢 会扭转2023年的这个EPS 渴望从去年41.81成长到今年的52.67 而且呢 这52块高于华尔街平均值48.6 好 再往下看哦 再往下走哦 接着给予15倍的本益比 才得出900块这个金额 因为给予了15倍本益比 所以得出900元这个目标价 那你这样一算 掐指一算 你大概就知道说 它是预估明年度会到多少 60 60乘15才有900块嘛 对吧 好 那首先来看 因为不论是52.67或者是48.6 都叫做历史的次高 52.6跟48.6 都仅次于目前国具的这个EPS 的2018年的80块 国具冲胀1300块那一年了 那一年很夸张 EPS赚了80块钱 所以你现在不论是52块或者是48块 都变成是历史的次高 仅次于2018年 那如果明年真的看到60呢 等于今年创历史次高 明年再次的去创下历史的次高 而且它是连续两年的正成长 对吧 因为去年是41块嘛 今年假设52 明年再60 连续两年大幅度的正成长 其实就成长幅度来看 确实是有机会去 挹注股价上面的动能 所以很显然 900块这个价格它是喊真的 900块这个价格它是喊真的 确实还有一些上涨空间的 那如果你认为 国具实在是太贵了 动辄要700多块 被动元件当中 你还是可以有其他选择 例如我一直提醒你的 玉邦 玉邦今天173块 再创新高 创高之后有拉回 为什么拉回 等一下我会想 173.5 我跟你讲 我喊目标价比外资更厉害 我的目标价比外资更厉害 为什么 你看国具它是700多块 跟你讲900块 这算什么 很简单嘛 你是打顺手牌而已吗 那请问你 我的玉邦是怎么喊的 5月9号 当时在什么价位 116 100出头 我跟你讲怎么样 200块 来5月9号 你自己对照一下 玉邦116的时候 我跟你讲了200块 100出头 我跟你讲将近翻倍的价格 对吧 这才叫喊目标价 结果一转眼已经来到173了 173喊200 没什么了不起啊 116喊200 这个就很厉害了啊 还包含 台信科 今天也创新高嘛 这玉邦大股东嘛 两档我们都一起看的 对不对 今天也是创新高 可是 回顾他来讲玉邦 玉邦今天的走势 其实盘中就有这个端倪了 今天走势 加上现阶段台股的盘势 应该是已经有人 在盘中趁着震荡 先出一趟了 所以我也先告诉你 先跟大家报告 今天我们也有顺势去做部分的获利出厂 今天在玉邦的部分 我们有顺势做部分的获利出厂 因为毕竟短线已经涨多了 短线已经涨多了 可是我还是有留一些基本的部位 接下来就是等拉回 拉回我还会再买 好吗 那我们同样会以国具龙头 被动员的龙头当作是一个观察指标 以200块当作是玉邦的一个中端价格 如果说再拉回一次到150块以下 150假设14多 14多再拉到200块 这边不是都还有再赚一大坡的机会吗 好不好 这以上跟大家分享 对啊 好那等一下下半段 我们就要来讲大盘 大盘部分 虽然今天你觉得跌400多点很夸张 可是我可以不客气的告诉大家 这几个礼拜 台股的走势 完完全全都在我掌握当中 我说涨就涨 我说跌就跌 你信不信 不信 下半段你一定要看 看完之后你不信都不行 休息一下 好我们直接看嘉宣指数了 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 这边要起掌 这边准备要回档修正了 会不会很神 很神对吧 可是我就是有办法做到 而且你就是见证者 首先这个最低点和这个最高点 我们来看哦 好不好 我们来看证据咯最低点有没有提醒你 请见我五月三十一号的节目 两万一千一百七十四点 有没有第三根黑K 第三根黑K 就是这一天 这一天我告诉你什么 我说这个地方我认为就是谷底了 我相信这一天放眼全市场 没有人敢讲这种话 对吧 七张点抓到 OK你可以说我运气好 可是连最高点都抓得到 这是真的吗 你认为呢 好回顾一下 6月16号我在我的Line 我是怎么说的 好 22,200点 屡创历史新高 只要没有特殊状况 22,000点台股新地板 好 接着呢 往后讲 我说呢 我为大家整理了形势力 未来一周呢 直到四屋日之前 没什么重要大事 这是让多头行情自由发展 收集掌停板的好时机 我在6月16号礼拜天 告诉你这件事情 好 什么叫四屋日 四屋日哪一天 这一天啊 四屋日 不好意思 这一天 我说四屋日之前 上周五之前 都是可以让 多头行情 自由发展的好时机 有没有自由发展 有没有自由发展 有没有一路创高 可是四屋日一来 开始了 跌第一天 今天再跌第二天 对吧 因为在昨天 我已经讲了 好不好 美国总统辩论 环太平洋军演 这昨天咯 台积电千元静观情缺 会缺乏创新高的动能 动能缺了 我想不到这么缺 今天真的跌得有点多 好不好 所以各位 这一天我把你抓到了 最高点我把你抓到了 台股开始震荡 我也提前告诉你了 这就是你加我赖的好处 赖在这个下方的地方 好不好 我不只给你周报 每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 周一到周五发生什么事 什么数据公布 什么公司要法说 我都会帮你整理出来 我不只给你周报 我还帮你预告 所以不论你是操作股票 期货 选择权的 我相信我给你的 都是受用不尽的 那既然过去 我都是对的 那你就请你 注意听我讲 你只要仔细聆听 勇敢执行 未来的你就会是赢家 台股的震荡 只是一时的 你必须要趁着 这段时间的回档整理 好好去会整你的资金 整理你的持股 因为接下来将会出现 下半年行情最好的机会 那当然 我们必须确认 下半年是有行情的嘛 这部分就不用担心了 好不好 一来 美国总统要选举 对吧 基本上行情 只会往上 不会往下 震荡往下的幅度 再怎么样也不会太大 二来呢 降息可能性提高了 对吧 第三点呢 上个礼拜我已经提醒过你了 外销订单 对吧 外销订单 来我们看一下新闻 订单连三红 而且是优于预期 经济部甚至告诉你 第二季会比第一季好 第二季还没走完 好不好 我们的日子快走完了 可是外销订单的日子还没走完 因为我们公布的是上个月的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五月外销订单 七月公布的才是 六月的外销订单 所以呢 第二季还没走完 好吗 那订单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一个先行指标 因为我现在接货订单 我也许是一个月后 两个月后三个月后 才要出货 才会转换成营收跟获利嘛 所以五月好 代表六七八月好 六月外销订单好 代表七八九月的基本面都会好 结合以上三点都可以让我们知道 台股的第三季绝对还有高点可期 可是我知道 你就虽担心现在这几天怎么办 短线行情怎么办 所以我今天要教你 如何从震荡中求生存 第一个重点 既然 来我们先看成交量 今天成交量依然有四千九百九十二亿 还是有快五千亿的水准 那既然成交量没有明显的萎缩 资金它就一定会找出口 如果短线上 AI不是资金的出口 那就找最近有题材的地方 因此今天盘中 我叔叔告诉你 我们来买什么类股 环泰平洋军业 我们来买军工股嘛 对吧 今天九点二师傅 我就跟你讲了嘛 那谁是什么听不见的赵伯军 这很简单 这真的是送分题 谁是赵伯军 你去Google一下 有一个这个老牌歌手 赵传 好不好 年轻一点你可能不认识 可是他的歌你一定听过 我是一只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听不见的造船呢 龙的嘛 龙得造船 这很简单吧 简单到不行吧 龙的造船 可惜 今天最后没有掌停板 没有掌停板 原本盘中插一档 插一档就掌停了 太可惜了 因为原本我们是这个什么 化水的简单 点时沉浸的分析师 对吧 这个你历历在目啦 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子 从6月13号礼拜四嘛 对不对 商城 当天呢 8277商庭 商城亮灯涨停 6月14号呢 对 先干为净是谁 我先干为净 我先进光 我先进光 光学谷先进光 是当天的掌停 再来呢 6月19号 明教第三十三代教主是谁 有看金庸的 有看倚天图宏记的 阳顶天嘛 对不对 广达集团的顶天嘛 当天顶天是有亮灯涨停 然后呢 再到礼拜四 福安酸辣是谁 福安酸辣是谁 同样你说Google都找得到答案 我的谜题很简单 Google都找得到答案 福安酸辣就是你常吃的味精 味素 这个是宏达店集团的 卫生集团的味素 你可以对照我当时发文的时间 每一档都是在我发文过后 我发文点名了 直接就亮灯涨停了 多头行情 顶流飞行师是这样子 一乎百应的 好吗 可是如你所见 因为上个礼拜五和今天 整个盘式的震荡加剧 上周五开始震了嘛 跌152点嘛 今天不用讲了 400多点嘛 所以买盘跟进的力道 会明显的下降 上周五我们是买得胜 得胜就有感觉了嘛 当天就没有涨停了嘛 可是隆德造船 坦白讲我觉得还OK啦 因为之前我们有些股票 是纯粹抢短 可是隆德造船呢 长短都行 毕竟他真的有题材嘛 再加上他今年有新厂落成 也会贡献不少营收 所以后续表现还是值得期待的 好吗 那我们再看一下建汉 建汉这个我们讲过了嘛 这已经标一段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核弹级的力多 跟迅心一样 好不好 那现在到底反应没有 反应结束没有 我就说了 如果你想要赚这种核弹级力多的 你记得直接来找我 好吗 均好今天同样是 创高之后才拉回 那和中砂都一样 它都属于这个台积电供应链 我觉得台积电供应链你可以注意 台积电本人的部分 千元对不对 来到980之后开始震荡 震荡对不对 今天还回挡到940块 千元这个心理关卡果然开始震荡 可是供应链往往会先直稳先发动 所以这个部分你还是要值得留意 可是发动时间点会在什么地方 你要听我的 因为这个节奏相当相当重要 你错过台积电 你错过这一阵子台积电供应链 你没有跟着台积走 获利都没有的好不好 你务必要来找我 好吗 那再来我们再看 云豹能源 天啊 这真的是心头痛啊 连续三支涨停板 一错过就是三支涨停 这档股票一定要放在你的自选名单里面 拉回就是要买 可是透过这档股票 我们可以再一次去感受到 接获政府标案的威力 我们就讲了 华城不是吗 一档去年EPS赚9块多的公司 可以标到900多块 这不够夸张吗 好不好 云豹能源也是一样 差不多的题材 所以呢 一转上市 马上先标三支涨停 这个有回档千万要留意 那当然 讲到标案 你就知道我们要看谁 世纪钢 今天回档的幅度也稍稍重一点 跌了三点八个百分点 你看一下喔 连续几天 一二三四 连续跌了四天了对吧 创高之后已经连跌了四天了 来你看看什么叫做顶流分析师 记不记得在最高点这一天 三七三点五月这天 我怎么告诉你的 六月十八号最高点这一天 三七三点五 我说现在开始 操作难度会提高 操作难度会提高 话才讲完 隔天开始跌 难度高不高 真的有够夸张的高 其实你发现 这到底是影响力还是什么 多头行情我们是 喊多马上点名着涨停 那有些股票反而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当天红硕涨停板 我说要不要列入我们这个 涨停板英雄榜的计算 不用 因为我们没有买 我有分享 我有告诉你这档股票 值得留意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我们团队没有买 我说红硕不算喔 话才讲完 隔天红硕直接跌停给你看 对不对 还有这个新日星嘛 新日星也很夸张啊 对不对 6月17号我告诉你 我们先做一趟 获利出场 隔天新日星打到跌停 不就是这样子吗 怎么会这么巧 我讲完股票 当天就涨停 我节目上说我要卖出了 操作难度提高了 这档股票我没有 隔天就跌停 什么叫指标 什么叫做市场 风向球的分析师 新日星好不好 注意一下 我已经讲过了 我要开始找买点了 我要开始找买点了 这边月线附近撑住的话 其实月线附近 说不定就是一个 还不错的买点 然后包含十全 也是一样 对吧 我们都说了 这边附近要找买点了 跟对人 还是很重要的 好吗 来 四季刚 注意一下 下半年还会有一个高点 可是你不要自己乱买 好不好 因为我说过了 买点很重要 进场点已经决定 百分之九十的成败 我打个比方 假设说四季刚这边 跌到两百再弹上来 结果你三百斤去买的 你扛得住吗 好不好 你为什么不跟着我买两百呢 我只打比方 好不好 所以你买点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买在一个最佳的支撑点 你不只要买在最佳支撑点 你最好还能跟着 最指标的分析师买 就不太会错了 什么叫最指标的分析师 这边真的 节目最后 我们要郑重的感谢大家 我们有一个成就 叫做一级分析师达成 好吗 感谢各位 让我在今年还没有过半的时候 完成一级 一亿 这个里程碑 这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也可以让你作为 参考的一个指标 现阶段我们的团队 当然有很多朋友是新加入 可是其中 让我们的这个 达到一级这个水准 最大的成分 还是在于团队成员的续约 那其实你就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我的会员 他没有赚钱 他会续约吗 会续到一级吗 不可能的是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续约 我们的会员续约 可以续到一个亿 我到底是让他们赚了多少钱 有没有可能是五亿十亿以上 所以那是相辅相成的道理 我有这样的获利能力 我有这样子的影响力 一直交叠交叠交叠上去 我们点名股票会涨停 我们卖座股票会跌停 这种能力跟影响力交叠上去 所以不论是加入我团队的人 越来越多 还是市场关注我的人越来越多 跟单的人越来越多 都是让我们绩效 可以再往上提升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一级 我觉得是很值得肯定的 那我同时也相信 你放眼全台湾 能够在今年还没过半 就达到一级实力的屈指可数 应该是五个不到 甚至是三个不到 有些吹牛的你很容易破解 整家公司营收都没有破益 他跟你讲他破益 对吧 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 六月最后几天 我定要推出一个 现实的感谢记 年终感谢记 也希望趁着这波台湖的回答 我们一起来好好布局 一起共创双营 那一样你可以拨打 我们080人专线 或者先加入我的LINE atwin1688 小小鼠打拨16888 任何问题 先上去我们今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Holy Story